周玉扣从特殊管道知道 连副总统打了新冠疫苗 表示他也一定知道 连副总统生病 以及他的病情 对于这样子 他还执意在 他的脸书上故弄玄虚 希望媒体去追 而把病情散播出来 我想这样子 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 为了自己的利益 其他人的隐私 故弄玄虚的散播于脸书 我们认为应该大家强烈的唾弃 我们看到现在 这个社会上又 不断的有爆料谁特群 打了疫苗 有偏蓝的 有偏绿的 我合理的质疑 这是疫情指挥中心 因为防疫不利 大家骂臭头 他要转移目标 各位可以想一想 到任何一个诊所 或者任何一个医院 去打这个疫苗的话 如果是只泄露出一个两个 这个说不定是特定能去爆料 但是他一整串的都泄露出来 这个很清楚的 是一定是有组织 有系统的泄露 为了就是要为为就招 来转移焦点 目前我们缺疫苗是一个事实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政府的责任 不是在找说 到底谁先去打的疫苗 其他相对其他国家来讲 大家都在找说 谁还没有打疫苗 赶快去施打 所以目前政府的责任 应该是要赶快 找到充足有效的疫苗 这才是政府的责任 买来 这次资友们 收到充足 请教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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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打赏 打赏 的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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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